各位好,我是卡洛斯 昨天有看过我视频的都知道 我设了一个这样的绿墨的背景 现在我可以随意更换我后面的背景 我这一类的Stamp视频 一项都不多人看的 昨天有粉丝留言 所有条件他也会上去一下 没关系,有什么需要的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力帮助你把它设好 我答应了大家 下个星期我要做一期视频 教大家怎么做这广东话的字幕的 可是啊,今天我要再试一下一个特别的情况 你知道是什么吗 对的,今天我要尝试用双语 甚至三语来做这个视频 就是我现在嘻哈要讲一下广东话 我再回复说普通话 可以看我一个做寂寞方法呢 是否可以随意接受我 终于讲广东话也得 终于讲普通话也得 and even if I speak in English 我喜欢视频的让字幕的功能 真的打到这个浅度 真是聊不及啊 但是今天呢,我都想有一些话题 就是我答应了粉丝很久呢 就会真是讲下乐理 和教大家怎样看简谱的 我就是这样呢 我就拿回之前我下载过的一款软件 叫做EOP简谱大师出来 接下来我就一直会用这个软件 来教大家简谱 和一些乐理的知识 这个软件我已经发给了我的学生 大海啦,阿英啦,等等 它可是免费的 它可是免费的 如果你喜欢学 你可以留言告诉我 这个EOP简谱大师呢 用法呢 跟普通的Word啊 一样啦 你可以分建一个档案 改一个名字给它 那它就会出现了一个专案啦 首歌名就叫做Carlos 那样 我现在不是希望用它来写去 我是希望用它来展示一下音符 教大家 除了这个音乐的乐理啊 这些一格格呢 英文我们叫做一个一个巴 这样叫第一个巴 第二个巴 第三个巴 第四个巴 用每个巴里面就可以写音符啦 今天第一个我只是写几个音符给你看 你会问我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 就是不是数字嘛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 就是音符来的 一就是唱哲 二呢 就是唱re 三呢 就是唱me 四呢 就是唱fa 五呢 就是唱so 六呢 就是唱t 最后这个哲 和第一这个哲应该有分别的 我应该把它加一点在顶上 就是这个哲呢 就是这个哲呢 比这个哲呢 高了八哲 这个音符呢 就比第一个音符呢 高了八哲了 刚才我已经说过他们的唱法 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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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我这样唱的 音要是不对的 我让它先弹一次给我听 好吧 按这个播放的按钮 如果大家在学校 学过一些音乐就知道这八个音的唱法 就是 do le mi fa sol la si do 唱到不懂的时候 用这个软件播一次出来 再听 就会学会这八个音怎么唱的 是吧 这八个音有个名堂 由于现在是 do 等于 c 这个do 等于 c 所以这一系列的音符呢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就叫做 c大调音阶 好了 我们再听多一次 c大调音阶 每一个音呢 我用了一拍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呢 刚才我们说的 每一个小节里面 是有四拍的 我们怎么知道 每一个小节有四拍 因为这里写到 四拍四嘛 每一格 有四拍 所以呢 刚刚好 每一个小节 就放到四个音符 两个小节 就把八个音符放好 但是啊 如果我想放多些音符 那怎么办 就要启动 这个键下面的画 这个呢 就叫做四分音符 这个叫八分音符 如果用了八分音符的话呢 每一个小节呢 就可以放更多个音符了 我们试试 看到吗 同样八个音符 刚才呢 要放两格 两个小节的 现在呢 用一个小节 就可以放完了 那这个又是大调音阶 另外一个又是C大调音阶 分别是没有 分别就是这个C大调音阶 是慢点的 每一拍一个音的 你这个C大调音阶呢 是快点的 每一拍是有两个音的 好了 我们再由头听一次了 虽然今天我只是说了一些很简单的概念 但是你听好这一刻 已经知道什么是音符 什么是派子 什么是小节 什么是音阶 并不简单啊 然后你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今天我做了这个简单的实验 一方面我用普通话 用英语 我再想准备一个西瓜视频呢 他能够一边听两门三语 一边做的寂寞 现在大家看到了下面呢 应该会知道西瓜的自动辨认 按字幕的功能是不错的 今天我的分享先到这里了 我是卡罗斯 喜欢我的视频的 请点赞 点赞 拜拜